天氣炎熱 瘦山動物園裡的紅毛猩猩 自有蕭鼠秘方 拿著這一條草綠色的毛巾 泡在冰水裡頭之後 看起來做出擰乾毛巾的可愛模樣 接著擦拭身體 甚至還把毛巾披在自己的頭上 遊客直擊又驚又喜 來看這一段畫面 他在扭毛巾 你看 他在擰毛巾 好聰明 他要喝那個水 很聰明 你看他在擦臉 哇 好舒服喔 躲在陰涼處的這一頭 紅毛猩猩看起來相當的悠閒 擰乾毛巾的動作也很熟練 讓遊客直呼非常的可愛 而另外一頭也有紅毛猩猩 躺在陰涼處 同樣是使用綠色的毛巾 覆蓋在臉上 幫助自己 所以把頭跟身體 靠在海扇上面不停蹭啊蹭 就像在抓癢一樣模樣 相當可愛 這珍貴的畫面 全都被基隆海科館的海底水下攝影機給紀錄下來 原來海龜在長途回遊旅行時容易被生物附著 於是就磨蹭礁石的這一幕 不過海龜來到潮境保育區內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2022年間海科館放在潮境保育區的攝影機總共收集到有18頭海龜的身影 海龜自在悠遊甚至越來越貼近鏡頭每次的觀察畫面都很療癒 當然不只海龜海底生態相當豐富 去年同一架海底攝影機也拍到桶型海綿正在纏亂 雪花紛飛的景象相當浪漫 海科館在潮境保育區內設置的水下攝影機已經三年了 捕捉不少珍貴鏡頭 甚至還有上百隻金縮魚群有過鏡頭的畫面 這回海龜磨蹭嬌岩模樣實在太可愛引起討論 也讓更多人透過這集會了解海龜習性 3地新聞林聚華 黃聖傑